Hello,大家好,我是Dr.T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月的环球股灾 永远记得危机就是良机 所以请不要害怕 不过如果你目前已经有一些亏损了 要记得就是要保住你的这个本金 我们来一起学习 怎样从这个危机中得到良机 好,在这之前简单介绍 Dr.T我有20年的股票投资经验 所以其实在过去20多年 看过各种各样的这些所谓的股灾 有小的有大的 所以这10年一场大灾难 其实已经细以为长期 大家已经在做好准备了 只是蛮多人其实就是有点措所不及 所以我待会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在这之前呢 如果你要以后继续地跟Dr.T学习 来我的网站 里头很多很好文章 然后你可以参加我的所谓的论坛 这个Facebook有一个私人论坛 请参加 因为里头很多教育性的分享 Dr.T创造的55招 这个投资这个招式呢 待会我会教导大家几招 OK以后你能够更多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好好缺错了 好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不过在这之前呢 了解Dr.T所有的分享都是 就是学术方面的这个分享 然后让你有一个参考 好吗 不过很多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所以请大家就是真的要很认真的 这个学习 因为机会有时错过了 可能就不再来了 其实目前这个机会可能真的是 十年来一次 不要再错过这个十年的机会了 好我们就先开始 最终的希望大家能够做自己的决定 所以一个决定呢 值千金 所以好好的就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过去一个月发生什么事呢 你看这个全球股票大崩溃啊 中国算是最好的 就是倒了大概接近10%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 其实是最轻微的 之前是最严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先开始也是先结束 所以其实股票市场最会就是表现出 这些所谓的投资者的这个情绪 目前呢 香港是大概20%一个月调整 新加坡跟这个美国最最倒霉了 30%跌下来 美国毕竟在这几年来 上了两三倍了 所以目前倒退30%还算是很合情合理 不过新加坡就是倒大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过去10年也没增长太多这个股票市场 目前呢 就是有富没办法同享 有难就一起当 这算什么话吗 所以本地的投资者可能不是职位吧 所以以后记得 你就是居住在新加坡呢 也不需要只是买新加坡的股票 因为全球有这样多好的这个巨人股呢 好好利用吗 好 标筋 千金 就是难买早知道了 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住 这个学习的机会 纵然真是犯了一些错误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会越来越明智的做判断 看我们的德国 我们的这个欧盟 所以这个是最糟糕的 接近40%的大调整 不过老实讲 目前还不算是 所谓的金融危机 我们所谓的英文 我们说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环球金融危机 目前还没到那边 不过已经接近50%多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目前是很大的这个股灾 不过股灾不表示是金融危机 不过金融危机呢 往往会造成股灾 这就是蛮大的区别 不过目前呢 在投资者的角度 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不过Dokty是什么造成这个大崩溃呢 因为两只黑天鹅 其实本来应该有一只 第一只先飞进来 很多人以为说 可能是中美大战 这个贸易战 最终这个黑天鹅没成立 因为过后就熄火了 其实这个黑天鹅开始是 这个小小子的这个新冠病毒 开始也不成气候 开始在中国开始嘛 中国市场有调整 这个亚洲市场在1月份有调整 不过美国那时还很强了 还创新高 不过那个病毒过后 辗转到这个欧美 年欧美也怕死了 因为它的这个致命率是 大概4% 就是100个人如果被传染到 依照统计学 大概就是4个人会死亡 所以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这个虽然不像这个SARS SARS其实这个致命率更高 10% 不过它比SARS 就是传染率更高 所以很多人就害怕这一点 害怕它变成就是类似像H1N1 这种流行性感冒 特别头疼的是 可能它每年 每六个月的南半球 北半球的冬天 又再次再回来 这些我们没办法就是控制 身为所谓 这个地球的这个子民 身为就是一个投资者 我们只能够控制 我们能力的范围 所以在这边如果我们 就是几人游天的话 也帮助不了多少 现在担心 老天要塌下来了 所以股票快大大卖 这就是很多人的想法 所以股票就大崩溃 就是这样 其实目前呢 不止这个病毒的黑天额 另外一只黑天额 其实是人造的 这个就是10UVG 其实10UVG大概五年前开始 今天我没办法意义到来 可能在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见面的话 可能在下个月吧 等这个疫情比较好转的时候 我会不要跟你分享更多细节 怎样得到这个10UVG来到的 带来的这个所谓的机会 因为这个沙迪阿拉伯 跟这个所谓就是 苏联的俄罗斯呢 就是不同意 继续这个扶持这个油价 因为过去几年他们合作 这个油盟跟非油盟呢 他们可能已经占据了超过 70%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他们决定扶持市场 就是减少这个产量 所以这个石油价钱 以前这个布兰特 调到27元一桶 在大概可能五年前左右 过后就升回到甚至到80元 不过呢 在这个合约 在今年会 这个月会终止 就是三月份的2020年 所以这个俄罗斯告诉这个沙迪阿拉伯 告诉油盟 他没感兴趣 就大家各自 就是行动吧 分道扬镳了 所以呢 沙迪阿拉伯 就说好吧 你这样这样做 我就使出我的刹手锏 这样做呢 他将这个油价砍下去 然后呢 再增加这个产量 为什么沙迪阿拉伯 用这种几乎自杀性的这个招式呢 因为沙迪阿拉伯的产油 这个代价是最低的 每一桶这个油的这个费用开采油价呢 是大概4美元 所以中而你卖20元还有得赚 这个俄罗斯大概是20元一桶了 所以最终会 谁会遭殃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 shelweil producer 盐业油这个开采 这个商家呢 因为他们每一桶的这个代价 接近可能50元 所以如果油价在50元以下 他们就要陆续的 就是收市包覆 就是破产了 不过呢 在过去几年 其实这个 就是 盐业油 有这个所谓的科技 这个价钱的越来越低 所以其实这些油盟 他们也是担心了 因为有一天呢 这个新的科技 可能会期待他们 所以目前呢 就是 可能 只是一个 就是猜测吧 趁这个机会呢 其实在 所谓的商场 没有用言的 这个所谓的 朋友或敌人 不过很可惜的 就是 这个 所谓的人造的危机呢 跟这个 另外一个 突然的 所谓的 病毒危机呢 结合在一起 你看这只黑天耳朵 被染黑了 所以造成 这个三月份呢 就是整个月 下降了 这个 超过 可能 30% 在历史上 可能最厉害的是 可能1987年 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才有这样的威力吧 在那一天 一天内 就下了25% 不过就是那一天 不过这一次呢 其实老实讲 更糟糕 有一天的恐惧 还可以回弹 你一个月的恐惧 有可能 也可能会回弹不了 所以市场讲解救呢 这个特朗普 讲座呢 他将这个 这个所谓的 中央银行的利率呢 这个 年储局呢 1.5% 减到0% 这个是 非常狠的招式 还不够呢 再寄出来 所谓的700 billion 700 billion就是 多少呢 就是7000亿 7000亿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QE QE就是量化宽松 就是印钞票 虽然不是真正印钞票 就是向市场注入 这个新的资金 如果你认为 7000亿 或者是700个billion 不够的话 特朗普 你不用担心 他还会继续的 因为反正印钞票 都不用钱吗 一个trillion 一兆 两兆 三兆 够吗 不够继续印 为什么呢 因为2020年 是大选年 因为这个股票市场 就是特朗普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他的 report card 所以他的成绩单 不可以太难看 其实他过去 四年来 其实S&P老师讲 这是 在他的帮助下 真的是上了很多 以前老师讲 他上任的时候 这个S&P 可能大概是 2300点左右吧 一阵子上到 大概3300点 你看 一阵子甚至 也要 大概要掉回他 上任之前 那个 那个 价位了 所以 这最终 就只是 好像做了一场美梦 在他任期 四年 上去 在最后一年 他 就是不可以 让他掉下来 所以 如果在他能力范围 我认为 他应该会继续扶持 只是 问题是 这是人力 能够做得到吗 所以待会我们会 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黑天儿 会制造两种情况 一呢 就是一个闪电式的崩盘 不过也会 V型的回弹 就是说 如果这个病毒呢 新冠病毒 如果只是一个短暂现象 比如说在 这个 夏天 六七月之前呢 能够就是 消失的话 目前其实 在中国呢 基本上 算是 言论上 你可以讲说 已经是 疫情 已经几乎结束了 如果全世界 就是跟着 这个中国的脚步 中国大概 四个月的疫情 其他的国家 如果也类似 应该能够在 六七月 能够调整 这样意思说 这个恐惧呢 应该是 也在这个 夏天之前 会结束 如果 如此的话 这样市场 将会大力的 回弹 不过也有 另外一个可能性 纵然这个病毒 真的会好转 或者不好转 它会造成 另外一个更大危机 那个就是 不是只是 股灾 那个是 真的是叫 金融危机 就是包括 它的 那个 所谓的 全国的 这个 总生产值 GDP 这些 会崩溃 所以 这个是 最不想看到 因为如果 金融危机的话 真的会 害死很多人 你病毒呢 可能会杀掉 4%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金融危机 更加可怕 真的是 有人会致命的 因为 有时没有钱 真的是 会造成 很多伤害 好 我们不希望 那天会发生 不过呢 这往往是 可能也没有办法 我们能够决定 所以 一个 瑞智的 这个投资者呢 我们要能够 有所准备 请问他只是一个 小黑熊呢 还是一只 大黑熊 小黑熊 就是在 六七月 可能就会回弹 大黑熊 大概还会 再掉一个 六到十个月 以上 你以为 目前如果 掉一个 三四十八千 你会已经足够吗 没有可能 会掉一个 六十七十八千 不过 如果你因为 害怕 什么都不行动 对不起 他掉下来 如果再回去 你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你没办法 采取行动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关键 如果我们 好好能够把握 如果这个把握得住 当然是一个小危机 或者大危机都好 小熊或大熊 不用减 最终呢 如果能把握住呢 这个能够帮忙 我们节省 五到十年的 这个投资的 这个时间 因为很多人 可能就是 进来股票市场 比较晚 看到市场 已经蛮高的 所以你们 有一点遗憾 所以可能 需要一个大调整 确实 其实股灾 理论上来讲 不是一个坏事 只是因为 它造成的 这个伤害 太大了 所以如果 大家能够 从股灾中 获利呢 真的要好好的 这个回馈 这个社会了 因为这些 老实讲 多是 就是 老实讲 是一种 靠着危机 得来的 这个财富 好 我们继续吧 好 Dogarty 这样你的意识 就是这个 新冠病毒的 这个 预测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就看一下 各国的 这个分析 如果你看我之前的 这个视频 你会 一两个月前 我当分析 全球 那个时候 大概90多巴仙 是中国的疫情 那时候 我做了这个 技术分析 我说 中国的疫情 会在 二月底 来到高峰 然后再一两个月 会就是消失了 所以最终 其实真是 证明如此 不过呢 新加坡很可惜 因为新加坡 那是 我讲了说 可能有一个 双股 双风 因为第一风 是中国带来的 虽然它一起 调下来 不过因为 第一轮 是因为中国的旅客 带进这个病毒 来新加坡 不过第二轮呢 其实是 全球的旅客 所以 新加坡很可惜的 目前 确实是跟着 全球的一个民营 它没办法跟着 这个中国的疫情 一起往下 不过呢 中国的好表现呢 这个好控制呢 带来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希望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情况 所以你看 这个是全球的 这个疫情 你看这个 中国 加起来累计 大概是8万 应该不会再加了 不过全球 有24万 就是加了中国呢 其实全球 有超过两倍 中国的疫情 8万到24万 而新加坡呢 目前是接近 400个案例了 表示什么呢 表示新加坡 跟全球 它的差别 可能接近 1000倍 因为我们的 整口是 跟全球的比例 大概 一对1000左右 不过你可以看 它的这个 增长率 的幅度 其实是蛮 接近 所以新加坡 不是太好 也不是太差 就是正常 不过正常 也不是好消息 就是说 除非全球的疫情 有好转 不然的话 除非新加坡 向中国湖北 封国 封城 就是 任何人都不能够进来 任何人都不能够出国 只有这样 就是 非常的手段 才能向中国 这样果断 能够在两个月 看到无影无踪 这个病毒 不过因为 新加坡是一个 全球性的 这个环球 城市跟国家 没办法完全封守 除非是 到非常非常 严重的 这个情况 所以目前 还没到那边 所以 目前情况 还受到 这个控制 也谢天谢地 中央新加坡 有 接近400个案例 不过目前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第一个 死亡的 这个案例 这也显示出 我们的医疗 这个水平非常高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不幸中的 一个大幸 不过 如果我们看 每天的这个案例 你看 这个每天 就加加 然后会累积在这里 像新加坡 可能今天 加了40个情况 不过 你可以看 全球 全球 我们是看 左边的轴 右边的轴 是新加坡 这样读法 全球 是看蓝线 就是这个表 这个新加坡 是看这个 橙色的线 右边的表 同样 这个每天的 案例加减是一样 其实它蛮符合的 意思说 其实新加坡 不是特别严重 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自然 就是 它是一个比例 好吗 所以 因为 欧洲跟 这个所谓 包括东南亚的旅客 在比较后期 过去一个月 比较多 传入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 本土的 这个传染 其实还算是 受到控制 不多 不过 外头的 所谓的 输入型 的这个 案例 其实就蛮多了 因为 全球性的 所谓的 大传染 我们叫做 pandemic 大流行的 这个传染病 大家很害怕 其实也不要害怕 10年前的H1N1 也是叫pandemic 也是叫 大传染 不过 最终还是克服 不过当然 这些都有代价 所以我们只要做好 防范的措施 其实 这些在我们 能力范围以外的 就是我们将 这个风险能够控制 在投资的角度一样 我们看到股灾来 股灾 你看巴菲特 还是每天可以睡觉 巴菲特 现在输了 30% 你可以讲他输吗 其实只是调整 因为在若干年后 几年后 你看 他可能又再赚回来 所以 价价渐渐 最终呢 其实看你的 你的控制能力 你的见手能力 你的买的股票的数字 这些才能够 就是分高低 分输赢好吗 好 Dogotty 要表示什么呢 我们看 每天全球 一天的新案例 就达到 27千 哇 这个是 非常惊人 就说 比如说 24小时内 24小时内 可能明天就有 3万个 个例 所以 我们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计算 这个Dogotty 做一个简单 从中国的 这个案例 虽然中国的 这个个案 最终将结束 不过 它的这个例子 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纵然可能 它的报告 不是非常准确 不过还是一个参考 我们有8万个案例 在中国 其中湖北有4万个 它有这个 封城封审 所以 这个湖北是非常糟糕 所以这个当作一个 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因为有50%在湖北 所以有4万 所以我们有两种情况 最佳跟最差 我们当作8万是一个最佳 因为最终已经受到控制了 最坏的情况 比如说 当然这个最终没发生 我们 比如说 将时间调到两三个月前 比如说中国政府 最终不闻不问 什么都不理睬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样就说 每一个城市 北京 上海 全部就类似另外一个湖北 所以 这个湖北整个省 应该大概 如果记得正确 大概应该有6000万人口 因为这个武汉 大概有一千多万的人口 所以中国呢 的人口价起来 大概有20倍 湖北的20倍 如果湖北 我们当作一个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每个城市像湖北 就是用4万乘以20倍 就是大概800万 就是说两个月前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果断的 封城封审 今天 有可能有8万个中国人 会中标 所以这个 当然我们很庆幸 最终没发生 所以因为这个成功的案例呢 最终呢 其实带来全球呢 带来一个参考 所以你看意大利呢 开始也是有点不闻不问 最终呢 还是向现实低头 将全国封国 过后整个欧盟也封国了 现在你看马来西亚 我们的邻居呢 也如此 所以其实 这个非常手段 确实是有帮助 因为 意思说新的传染案例 不会进来 不过呢 他也要本国人合作啊 如果你本国人 你还在 就是还在 互相传染 这个没完没了 所以呢 如果大家合作的话 疫情 比如上在封国过后呢 一个月内应该会奏效 如果你看全球的一个预算 因为全球大概有五倍中国的人口 中国人口是全球的二十八千左右 如果哪一个最好的情况 就是说 像这个中国八万当作是最好的情况 全球五成八万 就大概有四百千或四十万 目前已经大概有两百四十千 如果每天再加三万 其实大概十天就已经超越这个最好的情况 所以其实这个四十万 老实讲 这个最好的情况 应该会被超越 不过也不见得会是最坏情况 最坏情况 我这样预算大概是他的十倍 最坏的情况 在乘以十 为什么这样计算呢 就好比每个全球的每个城市多 像湖北这样糟糕 就比如说 你的这个 严重性 就类似 中国是他的二十倍 湖北的二十倍 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湖北的二十倍 而全球是整个中国的五倍人口 所以你就基本上将四万乘以一百就对了 因为湖北对全球的人口比例大概是一百倍 就是说从这个四十万呢 从这边到这边是大概十倍 所以从最好到最坏 从湖北到这边呢 是大概一百倍 所以就说 如果全球 每个国家不闻不问呢 就是让大家就是 顺其自然啊 什么也不管啊 最终会有四百万个全球人口 重 如果你将四百万 简单乘一个四百分 这样这很可惜 应该是一个全球一个浩劫 因为如果统计学是正确的 这四%会造成很多人就是 就是会遭殃啊 好 当然目前呢 因为全球大家都醒过来了 所以我相信呢 不见得会是最好的情况 不过应该是在四万跟四百万之间 好吗 当然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这个是一个 有一个就是估计的一个预算 当然它不是说100%正确 这是一个有根据的一个 简单不过实用一个计算 新加坡你要做类似的推断也可以 我们最好的情况 哪一个比例 比如说今天全球的比例是大概 246千的个例 而这个新加坡是345 你做一个这个比例呢 乘以这个400千 大概是560个人 所以新加坡目前已经接近400个 这个个例了 所以要达到560 我认为应该是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真正的情况应该会超过560 因为这个统计学真是没办法当 当我们不希望 每天有任何一个隔离 不过你要记得 它的这个潜伏期是14天 所以中央新加坡现在要求呢 其他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旅客呢 需要就是隔离14天 不过老实讲有稍微太迟了 因为过去14天肯定有人进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没办法 所以政府需要做一个起舍 因为你完全封国 比如说现在马来西亚呢 基本上已经封国 不止14天啊 如果14天不好 可能会一个月两个月 这个经济的代价非常大 不过与此同时呢 如果这个疫情不受控制 也是糟糕 所以不能够两全其美了 不过如果新加坡最坏情况 就类似这个城市 这样560城市就是5600 当然我不希望新加坡有5600个个案 这个是说非常严重 就这个是说新加坡的政府 完全不稳不稳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政府呢 已经有大力的这个控制这个情况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最终事件会证明 这个个例应该会介于560到5600之间 当然这些就是所谓 类似投资一样 投资我们都不懂明天是什么股票价钱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些 有根据的这个议算 而且呢 要通过各种管道的分析呢 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讯息 来得到这些所谓优势 如果今天你都不懂 今天我不懂病毒 怎样呢 我真不懂股票价钱会上下 这样就糟糕了 这样买卖股票就好像一个投机了 就好比说今天你出门 不用紧了 我不会不会这样幸运啊 因为要要种这个病毒 就好像种这个多多大奖啊 其实不可以如此说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基本的防疫还要做到 类似这个股票市场 你不要说一道股债 哇 Dr.T说股债掉50%啊 可以买啊 不是的 这只是一个前提 你还要做到其他的前提 然后找到好的这个啊 就是高质量的股票 这个股票呢 他的这个营业呢 每年每个月还在赚钱 不过他的这个股价呢 大掉啊 这就是一个良机 危机是一个危机 如果这个啊 他的股票的这个 所谓的商业呢 一蹶不振 危机是一个良机 如果这个股票呢 啊 就是每个月每年赚钱 啊 不过呢 股价呢 可能掉一个超过一个50%啊 但你有机会低买啊 不见得要高卖 你可以甚至长期拥有都行的啊 好吗 好 我们继续啊 来探讨一下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新加坡 很可惜的 就是啊 几乎最新开始 因为他跟着中国的案例 不过呢 也可能最后再结束 因为他要跟着全球的脚步 啊 身为就是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城市跟国家 啊 这个啊 真是有一点身不由己 啊 我们希望说啊 这个啊 所谓的啊 这个疫情 这个灾难呢 啊 最终呢 能够就是 安然的度过 同样 这个 古灾呢 这个古灾 啊 我们不让这个古灾 就这样度过 我们要让这个古灾呢 能够 得到好处 啊 虽然病毒 我们没办法得到好处 不过古灾可以得到好处的 怎样得到好处呢 啊 啊 在这之前我们看一下全球的干 个例先 啊 所以你看这个 整个中国 两个月圈 我已经做这个分析的 那个时候说 在二月底之前会 会见顶啊 啊 开始在二月五号呢 啊 它的 高增长变成低增长 所以这些都可以 就是观察 啊 能够分析 然后说 再进入三月呢 啊 它就是慢慢减低的 啊 这些一些符合 所以大概 它是更循 这个四个月的一个周期 啊 当然 全球的这个 啊 个例呢 可能啊 略有不同 啊 不过它的时间点 可能像韩国呢 啊 大概 标词开始 这个12345点呢 就是 P12345呢 啊 每个国家的起点不一样 比如说 啊 现在中国呢 啊 目前这个三月份 大概处于 啊 所谓的P4 啊 所以大概 差不多就是 要跟疫情说再见了 啊 这个韩国呢 南韩 目前是大概在P3 也是 快要见顶了 啊 待会我给你一些证明 啊 至于欧美呢 目前还处于P2 高增长 啊 看不到曙光 所以目前其实是 股票市场最 担心的时候的 而因为美国可以 主宰全世界 在这个 这个所谓股票市场 因为他们控制 大概超过50% 所以目前这个股灾呢 一大半是欧美 投资者的这个恐慌 不过一旦从这疫情 从2变成3的过后呢 股票市场啊 因为这个恐慌呢 就是得到好转 有可能会回弹 所以如果那些 要啊 就是捡一些小便宜的话 要仔细的观察 这疫情的转变 啊 当然如果最终呢 啊 什么行动都不做呢 当然也行 就当作一切就是一场游戏 啊 啊 掉也不管 上也不管 啊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也行 啊 不过当然是有一点浪费 啦 啊 不过呢 目前冒冒人的进入 也是非常危险 啊 你可能说 哎呀 这样好的股票 为什么买的明天还在掉 继续掉 因为呢 没有一个正确的 这个投资的这个心态 啊 人云亦云 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啊 我们好好的学习啊 啊 我其实Dogarty 有一个比较多时间 4个小时 啊 在可能下个月 啊 一个多月后 等疫情比较好转 啊 我们能够好好的 就是跟你分享 啊 新加坡呢 很可惜 跟这个东南亚 大多应该要超过5个月 因为他最新开始 也可能跟着全球呢 啊 几乎也最后结束 因为新加坡 没法真正封国 啊 这样呢 没办法 我们就要 啊 就是 接受这一点 啊 啊 就是 最终能够 脾气泰来 啊 好 我们继续 啊 看到全球 啊 这个不是什么 世界杯的 这个成绩 这个是我们的 新冠病毒的 这个案例 每天的新案例 这个是中国 大概 一两个月前 你看啊 大概 所谓的二月 见顶啊 见顶的意思说 他的新的个例 几乎没有了 就到到到顶了 啊 啊 所以目前中国 几乎要结束 他疫情了 啊 所以他的 点是在 4到5之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他的 这个图表了 所以他在等多康复 大概可能 还有一万个人 还没有真正康复啊 啊 直到那一万个人 康复 这样他疫情 就到5就正式结束了 韩国呢 开始也是非常的恐慌 也是 半个韩国就疯掉了 啊 啊 所以 锁国了啊 所以啊 锁个半个韩国 目前你看 也是几乎要见顶了 所以目前呢 韩国是大概在 接近3左右 2到3之间 哈 这伊朗呢 开始也是 啊 有点固执了 哈 啊 不过不问不问 最后呢 啊 果断的采取行动 真的有效了 你看 过去 一个礼拜多呢 已经下降的案例了 如果这个继续 在接下两三个礼拜 到这里呢 就 步入这个中国跟 跟这个韩国的 这个后城呢 进入 这个高点呢 啊 过后就是 啊 就是春天的来临了 哈 啊 意大利 啊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英国跟这个美国 对不起 现在是寒冬啊 寒冬的意思是说 对不起这个 啊 疫情非常刺激啊 现在是1到2 高增长的时候 如果我放大给你看 你看这个美国 其实蛮糟糕的 你看这个一天 就是5000个个例啊 中国你以前最糟糕的情况 可能还没到一天5000个了 这边呢 不是很清楚 啊 目前包括意大利 这个很很糟糕的情况 也是大概可能40005000 所以美国 这个真的很危机 有点危机 因为从低增长到高增长 不过呢 啊 就是他的各州呢 在整个欧盟也 也锁住他的这个边境了 所以如果欧美全球 大家一起合作的话 啊 旅客呢 能够控制 不要在就是四处的去旅游啦 散播这个病毒 这样的话 这个疫情呢 啊 跟着之前这个4个月的 这个 所谓的 基本 不见得是 一定是准准4个月 他通常是 一个月上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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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月的话 啊 大概可能 3到6个月 欧美应该是几乎最后 除非 啊 年 啊 最后 最后一块 这个净土啦 这个 所谓的非洲 如果非洲也中的话 这样没办法 就可能要拖到7月8月啦 啊 这样那个时候 可能就没有 这个奥林比克啦 因为目前其实 日本 因为我没有 日本这个 这个啊 报告这边 我相信日本 现在跟可能 韩国也差不多 应该好转很多啦 啊 如果全球 能够在5月 有些好消息 我看 这个 如果 所谓的奥林比克 在7月份 可能刚好 能够靠那个来庆祝啦 因为在 啊 夏天 温度增加 而且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 SARS跟其他病毒 为什么传染一个程度 它会自然的消失 或者是减弱 因为它有一种 所谓的 人类的一种 天生的一个免疫力 所以目前其实 英国就是在 朝这个方向 因为英国要控制 也控制不了 它说 哎呀 顺其自然啦 啊 来也挡 挡不了啦 他们就说 能够做就做啦 做不到也就 顺其自然啦 就是当做说 啊 中了就是 中了就没办法 所以意思说 它的整个人口呢 如果60% 都中的话 能够产生一种 天然的 人类的一个 抵抗力 免疫力 不过它的代价是 4%的人口 对不起 真的是 很难想象 你拿英国 60%的人口 乘一个4% 所以这个是 如果真的是 降化 是非常 就是 就是很可怜的情况 哈 我们很庆幸 中国之前 没有进入 整个中国 步入整个湖北的情况 不过呢 我们不能够 掉以轻行 所以现在好的状况是 啊 中了 啊 英国 也有一点 束手无策 不过英国也是 有尽力的 就是 帮助这个疫情 哈 所以包括 啊 大家都努力 我相信 这个疫情呢 中了不能够 完全消失 又去月呢 应该会有 明显的好转 意思说 在那个时候呢 股票市场呢 将看到曙光 虽然呢 这个曙光不见得说 能够V型反弹 不过呢 啊 肯定有这个机会 不过呢 我们不能够 啊 就是有一个 100% 认为应该如此 它市场到 一个 这个 这个临界点呢 它可能会反弹 也可能会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的条件是 它的这个 所谓的经济 受到伤害了 就是说 因为这个疫情 拖得太久了 所以 开始有公司裁员了 啊 那个时候就糟糕了 啊 那个时候要救 特朗普要又注入 两三个兆的 这个美元多 一事无补了 哈 好 啊 这里如果提送你 两个一个 所谓的这个 啊 花红线啊 这是我的两本电子书 啊 十个所谓的 啊 梦幻队伍 啊 如果你不懂 要买股票 啊 这个是十字比较强的 这个所谓的 基本基本股 不过不表示 现在要买哈 虽然蛮多 已经掉了七七八八了 然后我对这市场的 这个所谓的 啊 就是展望了哈 啊 所以这两本书呢 你可以去我的这个 网址呢 在一两分钟内 免费的下载 然后呢 第二个花红是 进入这个 我的Facebook的 这个论坛呢 啊 就是按一个 Join 啊 参与啊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 私人的论坛 而且是 啊 就是学术性 就是不是一个 商业性的 就说 请不要就进入里头 就打广告哈 啊 如果你是进来学习 这个股票投资的 这样欢迎哈 请打一个密码 密码什么呢 打一个多个T的 这个招牌 五十五哈 啊 以后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 这样喜欢五十五了哈 有机会的话哈 OK啊 然后呢 等大概一天的时间 我会 欢迎你加入 我们新成员的哈 好 我们每天就很多 这个讨论在里头了哈 好 我们继续吧 所以这个全球 包括新加坡 怎样能够部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之前 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乐观指数 就是Oltimism 多个T有五十五招 这个投资招式 跟交易手段 这个乐观指数 只是我五十五招的一招 不过呢 啊 因为它蛮容易使用 所以我在这边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以后有机会 我才教导大家 其他五十四招了哈 所以这个 首先呢 要能够用这个方法 一定要学会多个T的 巨人 啊 所谓股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啊 这个条件 就是 每个股呢 都有它的这个 所谓的 intrinsic value 啦 它的一个内在价值 所以一旦你了解 它的价值 这样你才能够 部署它的价钱 所以有五条线的价钱 然后你看你的这个价钱 掉到 哪一个价值以下 啊 然后能够 用乐观指数 从零到一百巴仙来部署 如果它是25%以下 这个就能够低买 25到75%呢 你能够坚持 然后超过75%呢 你能够卖出 来 比如说在过去一个月呢 欧美就进入这个 啊 卖出点 啊 然后呢 你等到这个寒冬 过了 啊 啊 就是 啊 等到这个寒冬 再继续进入 甚至你能够卖空 卖空就表示说 如果市场在 高的价位呢 啊 你就是啊 反其道而行啦 啊 以此类推 来 他表示说呢 我们跟着这个 所谓的大众的心理反向思维 比如说呢 现在是一个冬天啊 就是股票市场冬天 大家都怕害怕买股票 它其实是一个买股票的好机会 不过 当你身在暴风眼之中呢 你没感觉 没办法感觉到 你只有有一天 可能过了一年两年 你才看到 哎呀 这边真的是很好 好机会 为什么我都不买呢 哎呀 这边很好机会 我都不买呢 所以这就是 所谓的事后恐名啦 所以真正的赢家呢 要能够 你在大家害怕之中 你能够 毅然能够做一个决定 这里头就是巴菲特 就是佼佼者 不过巴菲特 如果你跟着他这个方法 你可能 就是会 就是大内伤啦 因为巴菲特 比如说 他的这个投资组合 目前已经掉了个30% 可能还会再掉一个50% 也说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害怕 就是 这个所谓的股票价 好像一个尖锐的一把刀 他不害怕 就是握住那把刀 就是流血 他还不害怕 不过普通人流血害怕 多个T 这是我的血汗钱 100块变成50块 我当然不要买啦 当然100块到50块 不害怕 你倒到25块 哇 清醒没有买 倒来 哇 60块 不懂啦 这个可能是技术反弹 过后上了100块 不好意思 又太高不买了 所以高不买 低不买 高又不买 最后呢 最高200块 终于买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怕 被套牢就这样 在高的时候买呢 过后呢 不懂得 啊 止损 出来 其实你在高买 如果你做交易 还是行的 所以不要错误的执行 在高价位买 然后变成一个长期投资者 这个错误的长期投资策略 以此类推啦 在一个高乐观指数 也能够反其道而行 不过老实讲 这种 类型的投资者呢 啊 依照Logic T观察呢 大概只有少过5% 能够做得到 意思说 大部分95% 你不用 就是 强迫自己 跟随巴菲特啦 啊 类似巴菲特那种 所谓的 你可以讲说 非理性的行为 老实讲 他很理性的 只是你认为他非理性 啊 比如说 那些 啊 所谓的航空股 的展望都这样差 他毅然的 大力的 这个买航空股 人家说 哇 这是类似自杀性的行为 不过你有没有观察到 他买的航空股都是 所谓的 基本面非常强的 就 就 纵然 这一两年多是寒冬 就是 就是一架飞机都飞不出 他都不会 就是 关门大吉的 啊 所以 好好的想想啊 啊 理解啊 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哈 所以是说你的性格很重要 你可能是短期交易者 你可能是长期投资者 可能是 甚至你买股票可以终身拥抱 所以这是四种类型的 以后 如果多个T有机会在比较长的四个小时的一个会面呢 在疫情好转的时候呢 啊 我会 啊 跟大家意义的解释了哈 好吗 好 我们就开始行动 啊 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呢 理解一下 当 第一乐观指数 其实你的 啊 所谓的上涨空间是75% 你下架空间 是有的 你还是会亏钱的 是25% 这为什么 这巴菲特 当市场大掉的时候 他越来越兴奋 因为他知道 只要是巨人股 Giant stock 就是说有很强基本面的巨人股 不过老实讲 多个T的巨人股 这个所谓的 他的含义呢 不完全只是基本面 啊 很多这个范围 他其实也不是说 画五条线这样简单 基本上是三分之一 所谓啊 个人方面 就是包括情绪管理 三分之一可以是技术面 三分之一是 啊 所谓的基本面 啊 啊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叙述 我只是不要你有一个误会 说哇 这样简单画五条线 就可以低买高卖 啊 其实 如果你 你 就是 啊 有一个错误的 这个 领悟的话 你用错这个方法 其实会非常危险 因为你买低 会卖得更低 好不好 请大家 就是好好的学习 啊 啊 这个只是我五十五招的一招了 你需要跟其他五十四招 结合 比如说 最近 美国印钞票啊 啊 这个量化宽松啊 这个 啊 所谓的 美国的这个利息 降到零啊 这些含义是什么 你可能不了解 啊 这些都包括在我的五十五招之内 五十五招呢 也包括经济分析 也包括技术面 基本面非常多 因为 整全球 各种各样 啊 的这个影响力呢 最终都会 啊 影响这个股票市场 啊 好 我们继续来 啊 所以理解的话 全球 你的这个 新涨银银行 DBS 不可以影响 这个所谓的全球呢 全球可以影响DBS 所以我们分析 要从第四层 最高层 全世界 这个全球股票 从 超过75% 乐观指数呢 掉到大概 33% 所以 狼来了 狼来了 已经喊了两次了 多个T 我看狼不会来了 所以过七几年 如果你参加 每个月的免费课程 我都告诉你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如铝薄冰 因为目前 这个冰可能会破 只是我们不晓得 它什么时候破 不过呢 我们要当做 每个调整 这个是狼来了 不过狼来了 在2018年左右 这只狼呢 最后变成一个小熊 不过目前呢 这只小熊呢 虽然已经成立了 不过呢 还没变成大熊 这个叫大熊 大熊 大黑熊 大概每十年来一次 这个是金融大危机 OK 目前 有两个可能性 川普或者特朗普呢 能够将这个全球 挽救回来 不过它需要两个 可能性 第一呢 这个疫情呢 要在 所谓的六七月 之前结束 因为它的 美国总统选举 要在11月 如果你要在之前 没有成绩 当你的股票上不了 你就 你就没办法再当选了 第二呢 它要继续注入资金 一兆不够 二兆 三兆 四兆 如果不够 欧盟现在也在注入 欧盟注入 大概 就是75亿亿的欧元 不够再继续注入 中国也注入 日本也注入 不过现在中国觉得 可能不大需要 因为中国其实 在过去几年 当然 经济低迷 已经做蛮多的 这个些步骤了 好 这些就是后话 我们 就是要观察 第一呢 这个六七月 之前的这个机会 因为他如果是个小熊 他这个有可能一个V星反弹 虽然目前这个挑战性非常强 因为这个调整有点太大了 你看历史方面 很少有说调整到50%乐观指数以下 还可以迅速的返回弹 他通常会经过一个6到12个月的这个大调整 通常这个冬天 不会太长 因为牛市可能会 此年 比如说过去的这个牛市 从2009年3月到2020年的3月 已经进入11年的牛市 是我们历史上最长的牛市 所以意思说 如果这个调整下来 这个是不得了 不只是一个50% 可能一个70% 不永远记住 市场调整不是跟做8% 它是跟做乐观指数 所以以后有机会跟Dogarty学习 如果他进入第二个情况 就是小黑熊变成大黑熊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的这个资金呢 比如说你100% 别100% 将所有鸡蛋全部丢进去 像巴菲特的方法 巴菲特签很多 目前可能只用一个几%而已 所以不要以为巴菲特出手 你也去出手 因为如果这个掉下来 还有机会的 所以你就说100% 可能可以进入一个10% 20% 因为如果市场有真的反弹的话 你还有机会得到一个小好处 不过呢 如果你害怕这把力道呢 这样你可以完全不进入先 Dogarty还有其他的招数 就是你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 所谓的就是安全感 好吗 好 这些事以后再学习吧 所以记得这两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夏天之前可能会反弹 而且他的反弹可能会比这个疫情来得早 比如说如果这一两个月之前呢 可能哇 某某国家有一个特效药 甚至还没有控制疫情 就可能在一个礼拜内 大家都有这个万能药可以解决的 当然这个有一点可惜的 在十多年前 老实讲那时在那个SARS 肆虐的时候 本来要开发这个疫苗 那个时候呢 因为SARS就是来的快 七也快 在七个月就不见了 所以大家认为不用浪费这个钱 其实如果那时候有这个眼见呢 特别是WHO能够支持这些 所谓的这些长期的这些需要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呢 其实是同一个系列的 如果那个时候有这种疫苗呢 今天可能有六十七十巴仙 都可以派上用场 再做一些转变 就是最后最糟糕一个转 可能性 可能这个疫情继续 可能以后每年都再回来 也别担心 如果那种情况 可能全球超过百分之五十巴仙的人口 就好像H1N1 可能大家不小心都不知不觉中了 只是H2N1一下就这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病毒的这个 这个毒性减弱了 100年前这个西班牙这个大流感 那时候可能有 我忘记了 可能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巴仙的 全球人口死亡 这样害怕的一个病毒呢 过后每年还是会回来 不过它变成一个非常弱的这个病毒了 因为人类已经有这种抵抗力了 所以永远记得说 天无绝人之路 不过呢 这个股票市场呢 同样如此 不止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其实要送礼物给你 只是往往就是看错了 每次就黄金就掉到地上 看不到了 其实这个不止股票市场 还有私有市场 还有 甚至不小心一年后 我们有房地产也会掉 目前房地产还稳稳的 如果你再来摇摇一下 不止房地产也掉 不止 还有包括你的用车证 目前用车证已经掉到三万块了 在新加坡 你会很低 所以你们以后再看了 所以其实 股债 在另外一种角度 你买东西也便宜 你打汽油 你的这个油价可能 也会比较便宜 不过当然你的 你的财产也缩水了 所以这些呢 都要好好的学习呢 能够得到两大好处 第一呢 你可以花少钱买东西 第二呢 你可以保值 好吗 好 永远记得 这个好机会快要来了 不过目前全球还没进入 所谓的金融危机 它只是股债 股债其实 没几年可能就一次 只是目前这个股债 特别严重而已 不过还没达到那种非常严重 不过如果你达到非常严重 再行动 可能也是有点太迟了 今天就要开始行动了 那些没有卖股票的 如果你还坚持住那些股票呢 还好就是看下你的股票够坚强吗 能够 如果不小心有这个金融危机 它能够生存吗 这很重要了 好 这个是叫第四级 全球最重要 我们看第三级 就是美国了 美国是最主要的股票市场 它是最大的经济体 而中国排第二了 我们看到长期 从90%的观止数 掉到49%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公平的价值 所以目前其实美国还没有超便宜 它已经11年的牛市 已经上了可能300多巴仙了 目前才掉一个30-40巴仙 其实还是小儿科 所以减大便宜 买美股还没到时候 不过呢 中国啊 新加坡啊 香港啊 蛮多股票 真的是掉到非常好的这个价位了 因为它乐观指数 处于不一样的这个位置了 所以记得因为美国是一个 所谓的 所谓一个领导者 因为它贡献了全球超过50%的股票 跟这个经济的价值 所以如果 这个特朗普有机会 就到美国的话 就是 可能丢一个几兆的这个价钱 包括再配合这个 疫情 不可以遇太久 要 疫情可能要在这个夏天之内 之前呢 所谓好转 这样 还有 50%的机会可以反弹 虽然这真的很困难 所以目前 50%可以上 50%可以下 虽然其他国家 真的是惨不忍睹了 所以其实 中文中国 所以新加坡 亚洲呢 大调整 因为美国这个最大块还没掉下来 所以全球 的命运就 掌握在美国的手上 所以这要看一下 所以目前呢 我们不能够只是在等 你要有一个 所谓的行动 开始部署 比如说要买什么股票 重要你不马上买 要做这些功课 包括 如果这个股票反弹 要怎样反弹能够进入 如果它只是昙花一现 反弹了 就像过去一两个礼拜 上5%下5% 你不会看到反弹一下 就马上进入了 所以要多方面的这个分析 如果真的不信 你美国也掉来这边 是不是就是束手无策呢 没有 这个是真的减大便宜的时候 所以你以为目前已经超便宜呢 便宜还可以再便宜 所以记住这一点 不过 你不用买到最低点 也不用卖在最低点 永远记得 不要太 所谓贪小便宜 因为就好像大减价 你买到50% 折扣已经好了 不要贪心 要买到一个90%折扣 反正你都已经赚到便宜了 有的赚就好了 不过 当然不要赚一个 那只是5% 10% 甚至最重要不要亏钱 好 我们看中期的 因为过去 Dogarty呢 在几年前 如果你参加 我每个月的免费课程呢 我就说 狼来了 狼来了 要小心了 最终狼真的来了 不过呢 这只狼 目前呢 只是变着小黑熊 所以要小心 这小黑熊 可能会变大黑熊 也可能会再回弹 不过我们不能够将命运呢 只是 让这个 特朗普 帮我们掌握 所以目前要 因为如果你能够 把握住这个机会呢 你有可能能够 买在这个全世界 全世界深了 可能5年 甚至10年的这个光阴 不用 就是 你几乎可以这样 这时光倒退 因为如果你 认为 这个全球是一个巨人 你认为这个全球 有一千 比如说他有一个 所谓的ETF Exchange Fund 你可以通过这个 所谓的单位基金 可以买这个全球股 有一千支 这个蓝筹股 可以通过 比如说只买一千 一千块就可以买了 所以买股票 不仅是一个大富翁 才可以买股票 你有一千块也可以买 当然说 买全球这种基金新的股票 可能他的增长展望 没个别的个股来的好 个股呢 特别是巨人股呢 他的展望往往是比 这个全球好 不过全球好处是稳定 所以你可以就是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混合型 在下次如果四个小时的免费课程 我们有机会见面的话 如果提会更详细的跟你 就是分享这样做一个混合法 将各股跟全球基金 跟这个各国的这些巨人股 一起做一个混合 好 除了这个投资呢 也可以做交易 不过中期交易老实讲已经进入熊市 已经跌破这个支撑点 所以如果你做交易 应该是两个零一百千 可能已经退出了 美国市场 这个更短时期更不用说了 因为Dokty的乐观指数 可以用在短期几个月 中期几年 长期可能几十年 可以以后Dokty会教导你更多 你看这是一把一刀 所以要小心 除非你现在是做卖空 卖空就可以赚很多钱 不过你要小心 你看你卖空 如果这个回弹5% 你是不是要退出 所以老实讲 这个非常大波动的这个市场 你买跟卖空 可能都不大适合一个 这些所谓的业余的这个交易者 因为那些比较专业的交易者 他有那些所谓的 我们说交易机器 他们是通过这个程序做交易 所以程序他们已经策划好了 跌破支撑点 他们有一个止损点 他们几乎在百分之一秒内就做这个决定 而你要回家慢慢的去画图 画什么 这太慢了 可能一天 可能不小心掉一个5到10% 一个指数都可以掉这样多 过去十多年 老实讲美国只有 我们所谓市场只是 熔 就是熔断 只是一次 不过过去一个月 已经发生三次 就市场崩盘 一天内掉超过7% 他就要中断大概15分钟左右 已经发生三次了 再过去两个礼拜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这把力道多么锋利 所以不要以为说 跟着这个趋势就可以继续的 所谓的迈空 因为他跟2008年2009年 类似这种迈空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个 你看他邪度 跟着邪度 这邪度好像是跳一个线牙 这个邪度至少 还有一定的邪度可以跟 当然这个 这个在 所谓的雷曼兄弟的事件 就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有一点像翻版 2008年9月的时候 这个大跳水的情况 所以市场非常恐慌 好 其实这一点 其实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懂 无所谓 可以不用买 可以不用卖 更深 不用卖空 不过要有所准备 至少先开始学习先 OK 因为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大家人的一生呢 每天都有机会 只是那些所谓 硬气好的人能够把握住机会 那些所谓硬气不好的人呢 就是将机会丢掉了 所以老天给的礼物 也不值得一看 记得这一点 好 我们看新加坡目前 很高兴的 掉入低乐观指数 10年终于等到了 可怜的新加坡 每大概5到10年个机会 1997年 这个亚洲金融危机 2000年 这个科技股泡沫 所以你可以跟着乐观指数 2003 这个SARS 跟这个海湾战争 进入 2007年呢 在比较高点 就是所谓的 退出 然后2009年呢 美国印钞票啦 那个是量化宽松 QE1 过后2011年 你就要卖出了 因为过后呢 他没再回到一个地点 所以2011年到2020年 等了9年啦 所以不 这个是很 很有价值的等待 如果今天你什么股票都没有 你只有一大堆的现金 老实讲 这个是一个 10多年的一个好机会 当然你买了这边还会掉 你买这边还再会掉 也不表示说你买这边 还一定不会掉 不过要记得 如果今天你买到 比如说 0%乐观指数 在几年过后 你还在亏钱 表示说 可能有超过99% 新加坡投资者都在亏钱 你了解说 在 几率方面 不是说不可能 是比较不可能 好吗 因为投资跟 人的一生是一样 我们是跟做这个几率走 比如说你每天 有做运动的话 你吃喝 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 不表示说你一定会长命百岁 只是说 你的几率是比较高 所以在投资也是一样道理 我们用过去 学习的这些知识 来帮助大家 比如说跟巴菲特学习 这样买好的投资 好的这些所谓的价值股 然后呢 跟技术派学习 这样就是跟做这个 所谓的趋势走 所以目前其实很值得玩味的 就是说趋势是往下 不过巴菲特已经先进入 多个提 这样我现在应该进入 还是我要等他回弹再进入 所以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其实如果你有100元呢 你可以考虑陆续进入 也可以考虑完全呢 就是保留住 等就是 有明显的回弹 不过明显的回弹 可能他已经回弹一个20%了 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呢 所以我就说见仁见智 所以这个跟你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因为投资跟交易 没有所谓的只是一套方法 有10多套 有100套 在接下来的这个 4个小时 下次的投资课程呢 我会教导你10种 所谓交易跟投资的这个方法 符合4种性格 我相信这应该蛮足够用 我不收你一分钱 好不好 好 这个 其实新加坡800只股票 可能有700多只 已经掉七七八八了 跟随着这个龙头老大 如果你看中期的 也是不可以做交易的 已经这个跳水了 所以你买低也可能掉更低 所以记得做交易的手段呢 不可以只是减便宜 投资可以减便宜 不过交易不见得要减便宜 很多招式可以用 在非常短期 更加不要去握这把力刀 因为交易员的这个忍耐程度很低 小小一个伤口就感到好害怕 除非你像这个巴菲特 巴菲特握住这把刀掉一个50% 每天还能够睡到 就是很熟了 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看香港也是如此 已经掉到乐观 低乐观指数了 香港大概每5到10年会大掉一次 2016年有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其实香港很多好股票 跟新加坡一样 像这些行业 所谓的金融股 像银行股 这个地产股 科技股 这种都是周期性的股票 这些如果你能够好好把握 它甚至掉到比这个 所谓的这个指数更加多了 所以好好把握这些 除非你说 我看香港这次应该是 保不住了 我看香港可能会整个国家 整个所谓的区域会破产 如果你说新加坡会破产 香港破产 美国破产 当然股票就不可以买 不过如果你不这样认为呢 这样他们就是一个巨人 国家就是巨人 如果你用这个概念 你会明白为什么可以低买高卖 纵然你不可以不懂得买在最低点 纵然你不懂得卖在最高点 为什么你还是可以赚钱 因为呢你不贪心 你永远不是将鱼 从鱼尾吃到鱼头 你是只是一大口一大口的吃 不过你很有耐性 每十年咬一口 每五年咬一口 好吗 就这样简单 而且不只是用乐观指数 也配合多个T的 其他54招一起行动 中期也是很可惜 交易者需要退出 没办法 因为依照条例是要如此 所以各行各业都要条例 你不跟寻 自讨股吃 就这样简单 所以如果做长期的话 这个巨人股很重要 做中期跟这个短期呢 趋势很重要 趋势往下 除非你是做空 同样因为这个像跳水式 先要式的一个往下 这个做空 这个风险有一定的 因为它有时要回弹 蛮强劲的 可以回弹5% 10% 因为卖空的意思说 当股价往下 你是赚钱 不过股价回弹 你是亏钱的 甚至很多是 所谓的有一个 一个价差 gap up gap down 所以你其实是没办法 就是能够在当天 做正确的决定 好吗 所以风险是不一样的 好 其他我们看中国 这是巨龙 这巨龙也是跟香港一样 每5年大概会受伤一次 所以如果你认为中国 应该不会 你看中国都可以从这个 新冠病毒存活下来的 像全世界证明 4个月后还是一条好汉 还是一条巨龙 像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不可以用4个月 股票市场要用5年10年来证明 它刚刚证明给你 不止中国证明 香港证明 新加坡证明 我其他时候 我还没有看其他的这个欧洲方面 欧洲跟这个美国相对来讲 还是 还没到非常低点 不过如果连欧美 接下一两个月 如果也一起跟这个病毒垮下来 这样就 就全世界可能末日了 其实全世界末日倒是一个好消息 我这意思说是股票的末日 往往呢 危机中就是大家从 所谓 希望的灭绝呢 它就会再重申了 至于死地而后生 所以记住这句话 天无绝人之路 不过呢 如果你买这个烂骨呢 买一个所谓的 所谓掉一个十年二十年底 那个真是天会绝人之路 就是你买一千块一千块 会完全就丢入大海 记得 只有巨人股会回来 所以 在下个堂科号跟Dr.T学习 什么巨人股 我们有四个小时 会看全球各种各样的股票 今天因为时间表不足够了 好我们看一个中期 中期还 反正就是 所谓的平稳了 其实中国相对来讲 已经比很多国家来的好 因为它疫情控制的是最好 最早结束了 短期虽然有一个 这边的往下 不过呢 相对来讲 调整 其实比较少的 过去一个月 只掉一个十八仙左右 好 Dr.T大概了解了 谢谢你的这个分享 不过呢 我们将能够继续呢 因为 虽然这里已经学习了不少 不过这只是一个 开了一闪门 我们要继续学习 所以这里头呢 有一个十个招式 能够教导大家 不只叫你这样 低买高卖在股票 包括房地产 商品 这个外汇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债券 这些啦 所以更多 因为低买高卖 其实这个就是 所谓的最基本的一个方法 不过怎样 真能够做到这一点 包括牛市跟熊市呢 其实两边都可以赚钱了 只是当前因为是蛮熊的 所以我们讨论可以 用在比较做 做一个长期减便衣的 包括使用 巴菲特 李嘉诚 包括淡马西 当做你的后备 这样做这一点呢 我会教到大家一些 独特的独门招式 来教到大家 那些要做一个卖空呢 有一些比较高 所谓胜算的一个卖空方法 然后那些 要买这个得到被动收入的 都提我喜欢收集股息啊 我喜欢买这个房地产信头股啊 我要收集5%的股息可以吗 5%是比比皆是 满皆多是啦 不过要买到好的 不是一个烂的 这个房地产信头股啊 因为有一些是 Jung Reed 你买的 你得到甚至10%过后 甚至会亏钱啊 其实有一些 蛮不错的一个 高息股啊 甚至可以超过10%的 这个入息的 很难得 不过这机会 可能是一个昙花一现 所以 多个T 也不想拖得太久 希望能够尽快 如果能够在这个一个月内 这个疫情 能够一个控制 因为我们新加坡这边附近的 周遭国家呢 都控制住 锁国的锁国啊 这些 限制这个飞行的 应该一个月会看到这个成果 在与此同时呢 你可以学习讲做股票大扫除 中间今天还没卖股票呢 我教导大家讲 就是一个 做一个 筛选 什么股票应该卖 什么还可以坚持 然后 如果大危机 大黑熊 真的来了 怎么办 那个是更大的一个好机会 我会教导大家买什么股票 什么时候买跟卖 所以这些 三步取 都很重要了 所以不只是乐观指数 你可以学习 结合 基本面 这个技术面 包括我的个人方法 叫做 个人分析 我有55招 这只是一两三招而已 不过已经让你收获 受益 这个所谓无穷了 在 刚才有简单介绍一些 全球股票 的市场 在下一次一个月后呢 我们会 更多机会来讨论 缺错 Dokty 请问我们应该付你多少钱呢 因为我们刚刚就免费的参加 如果你从一开始能够听到这边 还没有间断 这样我过去可能一个小时的所有知识 你都更能够吸收 如果听了还不足够 你还可以甚至再多听一遍 因为有时你要听两三遍 才能够入耳 入脑 入你的心 这个很重要 Dokty不收你一分钱 在接下来这个四个小时呢 我基本上将二月 所有的课程都取消掉 三月的课程也取消掉 不过呢 这个四月份我打算 至少跑一趟 不过那跑一趟呢 我们会做很多安全的措施 比如说不止量体温啊 包括说 任何人如果有出国的 这个经历的 过去十四天 一律不准参加 保障这个参与者这个安全 包括作业方面 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这跟买股票一样 我们要能够 接受一些所谓的这些风险 风险其实是很低的 我们不可以说零风险 Dokty我不敢出去啊 现在风吹草动 就是在家里有风险啊 可能不小心走走走 有其他家里的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可能的一些家居意外 所以我们在股票投资一样 我们不可以过度的 所谓的 所谓怕死了 明白这一点吗 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等待三个月了 三个月没出门了 一月不出门 二月不出门 三月出门 我现在四个月 至少四个月 出一次门吧 所以我Dokty会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 怎样从这个大股灾获利 纵然这个股灾 在这个 比如说是一只小黑熊 这四月份 这个时机可能就会更好 如果它变成大黑熊呢 我也会告诉你 所以这个四月 如果你能够把握住呢 所以我永远说嘛 好机会就能够把握住 这个良机嘛 这样能够节省你五到十年的 这个投资的时间呢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很厉害 做投资呢 不过没有耐心 所以只能够安安 稳稳的买股票 所以就没有这个特别的 这个好处 然后部署这个所谓的 梦幻队伍 这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四月二十三号 真的没有空的话 这样你可以参加五月课 六月的课 每个月都有一个免费的课程 会在我的网址登记啦 到时会另外报告 当然如果时间越长 你的机会越不一样啦 也可能越少机会 可能如果变成大黑熊 可能你机会更大啦 我建议可能先参加一个 如果真的变成大黑熊的话 你就不用马上再参加 可以跟等 因为大黑熊从常要六到十个月 才会养到白白胖胖 不是黑黑胖胖 到时呢 再宰杀这个大黑熊也不吃啦 不过你的学习跟这个行动意料 从先开始 你去运注我的网址 然后也帮朋友一起登记 参加这个Dogarty 安全跟免费的这个课程 然后呢 先在这个等待时间 先下载这两本电子书 然后早一点来 因为Dogarty呢 会帮你做一些股票 就是分析筛选 当然这个只是做一个教育用途啦 其他呢 我会给你一个免费的 这个所谓的股票的 这个筛选工具呢 用应用我的这个策略 来帮助大家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有价值的一个投资课程呢 因为我本身已经就是 得到这个财务自由 不过本身很希望就是帮助大家 其实过去三个月 其实有一点郁郁不乐 因为这个病毒关系呢 让很多这个所谓的学生士气 这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Dogarty也是毅然的 希望我的这个所谓的电脑 也不是非常厉害 也学习的制造这个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 不过视频毕竟还是有 它的这个限制啦 所以希望大家闭关四个月 一二三四 在这个四月 可以闭关而出 破茧而出 能够带来新的希望 如果到时疫情有一些好消息 这个股票市场也反映 那个时候应该机会就 满来的是时候 不过如果市场带来更大的危机的话 这样你会带来你更大的这个好机会 好吧 这样记得 我们就是不见不散 不过因为疫情关系 我不可以收太大的班 所以如果这个客满的话 不好意思我四月份会关掉 我会就是开一个五月的班 不过这样没办法 因为四月我就跑这班 所以如果你有听到这个分享呢 请就马上行动 好 这样祝大家就身体安康 然后就是能够从这个股债中获利 早一点得到这个财务自由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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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